在无尽的苍穹之上 战斗机们如同璀璨的星辰 每一款都象征着空防力量的巅峰之所 它们不仅是技术的结晶 更是空军精神的象征和战略智慧的集中展现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这几款欧洲战斗机 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较量时 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神秘与传奇的宇宙 每一个战机背后的故事都如同星辰般耀眼 引人入胜 在这场较量中 我们将目光锁定在飞龙斩双剑客 欧洲的台风和阵风 以及来自台湾的佛幻之作《幻象2000》 这三款战机 它们之间的对决 无疑将是一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一场力量与勇气的比拼 在深入探讨这三款战机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 为何将它们放在同一个舞台上 这其中的原因既复杂又有趣 首先 它们都是欧洲制造的战斗机 作为第四代战斗机的代表 它们共同拥有着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计理念 其次 它们在空气动力 布局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台风和阵风 采用了前一家三角翼的压力式布局 这种设计赋予了它们卓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而幻象2000则以其独特的五尾三角翼布局 展现出了另一种魅力 尽管它们都是欧洲制造的战机 但台风和阵风之间却有着一种亲如兄弟的关系 它们共同参与了多个重要的合作项目 而幻象2000则像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虽然与它们有着相似的血缘 但却又有着独特的个性 在正式的比较之前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三款战机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基本情况 首先登场的是台湾的幻象2000战斗机 这款由法国自主研发的战机 是目前现役战斗机中唯一一款 采用不带前缀的三角翼布局的飞机 这种独特的设计风格不仅体现在幻象2000上 更是贯穿于整个幻象系列战机的发展历程 三角翼布局使得幻象2000在飞行时 能够减小弯曲增加升力并降低阻力 从而提高气动效率 然而传统的三角翼布局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特别是在起飞和着陆性能方面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 法国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系列创新技术 使飞机在一定条件下 处于不稳定状态 并通过电传操纵系统来应对这种新的操纵需求 这些技术不仅改善了幻象2000的起降性能 还进一步提升了起机动性能 幻象2000 这款战机的心脏 是一台单轴式涡轮风扇发动机 它犹如一颗永不知疲倦的心脏 为战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无论是在高空超音速的急持 还是在低空亚音速的静默巡航 从几乎停滞的极低速度到油门达到2.20的极限位置 这款发动机都能确保推力的无间断供应 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性能 其中 加力版本的M53P2发动机 更是能够爆发出高达95000牛的推力 虽然推重比约为6 5 半翼足够让幻象2000在战场上游刃有余 而更高级的幻象2000到5型战机 则可能装备了推力更为强劲的M3P20发动机 其推力可达98 1000牛 为战机赋予了更为强大的动力 然而 强大的动力并非没有代价 幻象2000的内部燃油容量约为3080公斤 相对燃油站总中的比例大约为0 28 这在同级别战机中属于一般水平 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也属于中等 这导致的其续航性能并非特别突出 无外挂的飞行航程为1650公里 而最大转场航程则可达3400公里 虽然足以应对大多数作战需求 但在一些长途奔袭的任务中可能会稍显吃力 而幻象2000的昂贵也是其一大特点 这款战机因其高昂的作业维持费用 而被戏称为法国贵族 每小时作业维持费用高达80万新台币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一架美支F-16 和一架台湾制造的金国号战斗机的费用之和 其单机价格也高达6000万美元 相比之下 美国向台湾出售的F-16的价格 在当时仅为每架2800万美元 不过正式购买换项2000的决定 促使美国最终同意向台湾出售F-16 从而扩大了台湾武器采购的来源 接下来 让我们目光转向另一款法国制造的战机 阵风战斗机 这款双发多用途战斗机 采用了前一架三角翼的压式布局 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全面的功能而闻名于是 阵风战机被誉为世界上功能最全面的战机之一 甚至可以与美国的F-18E和F-35相媲美 它不仅在海空对抗中表现出色 而且在空对空 空对地甚至海上攻击等多个领域 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阵风战机的畅销也证明了其卓越的性能和广泛的适用性 它已经成为了多个国家空军的重要装备 当我们谈及台风EF-20台风战斗机时 这款战机无疑是欧洲航空工业合作的杰出成果 作为一款双发多用途战斗机 它汇集了英国 德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的航空科技精华 同时也得到了欧洲战斗机公司的鼎力支持 从研发到服役 它走过了九年的历程 最终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在速度与机动性方面 台风战斗机无疑是空中王者 它的速度之快 机动性之强都让人叹为观止 即便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 它也能轻松实现超音速巡航 这种能力在同类战机中堪称罕见 更令人瞩目的是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 台风战斗机竟然成功地将F-22收入囊中 这一壮举足以证明 其在空战中的强大实力 除了速度和机动性 台风战斗机的外销能力也同样出色 它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和先进的技术 赢得了众多国家的青睐 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的热销产品 现在 让我们对这三款战机 进行一番对比分析 首先 从外观上看 虽然欧洲的双雄 台风和阵风 都采用了前一家三角翼的压式布局 但它们在细节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台风战斗机采用了远距离偶合设计 使得其外观更加独特 而阵风战斗机则采用了近距离偶合设计 使得其压翼与后面的三角翼距离较近 此外 幻象2000则采用了独特的 五尾三角翼布局 这种设计使得其在空中更加稳定 同时也增加了其机动性 在动力系统方面 三款战机也各有千秋 阵风战斗机的最大速度达到了1 8马赫 虽然稍缺于其他两款战机 但其稳定的性能和优秀的机动性 仍然使其成为了空中战场上的重要力量 台风战斗机的最高速度则高达2马赫 这种速度优势使得其在空战中 具有更大的优势 而幻象2000则在速度方面微弱领先 达到了2 二马赫 这一速度优势 为其在高速巡航和追击目标时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巡航速度方面 三款战机也各有特点 阵风战斗机能够达到0 9马赫的巡航速度 这对于一款多用途战斗机来说 已经足够出色 而台风战斗机则能够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 实现超音速巡航 这一能力使得其在长距离巡逻和追击目标时 具有更大的优势 至于幻象2000 虽然其巡航速度略逊于其他两款战机 但其独特的五尾三角翼布局 使得其在空中更加稳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速度上的不足 综上所述 台风EF-20台风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和幻象2000 都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代表 它们在速度 机动性 外销能力等方面 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特点 在探讨战机的机动性能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 台风战斗机独特的气动设计 其设计明显偏向于超音速性能 配合三角翼的布局 使得台风在超音速飞行时 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 与此同时 阵风战斗机 则采取了更为均衡的设计策略 其近距离压翼与三角翼的结合 不仅在超音速状态下表现稳定 还在压音速和低速性能方面 进行了细致的考量 这种设计 使得阵风在多种速度条件下 都能保持出色的机动性 然而 战机的性能并非仅由气动技术决定 台风战斗机配备的 EG-20涡扇发动机 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大幅提升了推重比 使其在压音速机动性能上 也同样出色 相比之下 阵风的M882发动机 虽然能够满足其性能需求 但在推重比上稍显不足 不过 考虑到阵风作为一款多用途战机 其海军舰载版 对低速性能有着更高的要求 这也是阵风采用近距偶和压翼设计的原因之一 在低速性能方面 阵风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 即使在低速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机动性 在航程和作战半径方面 这三款战机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 航程和作战半径的设计 往往取决于战机的设计需求和作战环境 因此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 当我们转向武器系统时 台风和阵风战机都具备搭载流星超视距空空飞弹的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台风战机还可搭载M120短程空空飞弹 这使得其在武器种类上稍胜一筹 在挂点数量方面 台风和阵风战机相差无几 而幻象2000则稍显不足 综合考虑武器准备和挂载能力 台风战机在武器系统上稍零肩 但阵风战机凭借其多用途性能 在多种作战场景下都能发挥出色 在雷达系统方面 阵风和台风战机都采用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它们之间的性能差距并不明显 而幻象2000则采用了多功能多普勒雷达 虽然也具备一定的探测能力 但在与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对比中稍显逊色 在探讨战机的战绩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许多辉煌的战绩 往往来自于演习或者模拟的非对称作战环境 以台风战机为例 虽然它在军演中曾成功击败F-22 但这并不直接反映F-22在超市局作战中的真实性能 毕竟台风和阵风都不是隐形战机 这使得它们在与隐形战机对抗时 面临一些额外的挑战 在真实的空战环境中 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 谁就拥有了先机 而先手优势往往意味着能够率先开火 从而占据上风 因此 我们不能仅凭军演中的战绩 来全面评价一款战机的性能 这三款战机 台风 阵风和幻象2000 都各自拥有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如果你需要一款强大的陆基空优战机 台风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的超音速性能和强大的动力系统 使其在空战中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火力输出 而如果你需要一款海军舰载机 阵风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它的多用途性能和稳定的低速性能 使其成为海军舰载机的理想选择 当然 幻象2000也有其独特的辉煌战机 在1996年10月8日的那场激烈的空中冲突中 希腊的幻象2000战机成功击落了一架土耳其的F-16D战机 打破了F-16在空战方面的不败记录 这次胜利不仅让幻象2000声明大造 也展示了它在空战中的出色性能 总的来说 这三款战机在国际军备市场上各有定位 它们各自的优势和特点 也决定了它们在不同场景下的适用性 因此在选择战机时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偏好来做出决策 最后 对于今天探讨的这些战机 你有什么看法呢 是否有其他的见解或补充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的影片 不见不散